小粉紅騷擾東京餐廳的事件有意外進展 小粉紅是東京中華餐廳西太后鬧場事件,日前出現意外進展。 應日議員要求,日本警示廳已決定對此事進行調查,並將範圍擴大至反日中國人組織動向等安全保障領域。 日本民眾認為,參與鬧場者受中共黨文化洗腦,反日仇日,為中共站台,下場會很慘。 據大紀元專題部記者呈公報導,12月22日,東京都竹立區議會議員松遠成,是X平台發布餘下消息。 關於搜查中國人騷擾,襲擊中華料理西太后事件,已將相關情報提交給警示廳,經協商,已決定擔當搜查此案部門。 今日,我又來到中野警察署,要求就本案進行調查並逮捕嫌疑人,警方已受理此案,將展開調查。 擔當調查部門為,刑事組織犯罪對策貨。要求調查及起訴內容為,滑船賣淫,出口免稅商品,走私,逃稅,洗錢,向反社會勢力輸出資金,無照出租車,無照介入房地產買賣,反日中國人組織動向等。 委託內容,確保中華料理西太后的安全,一旦掌握嫌疑,即刻對由頭四六分發出通緝令,對由頭四六分非法闖入蘭波車站職員設施內的反恐對策,包括全國鐵路,鑑於中國,中共,頒布的國防動員法,採取對策壓制中國,中共,特工是日本國內製造動亂等。 這是第一步,今後,根據情況,期待搜查網擴展至日本全景。因此,如果你有與此騷擾,襲擊事件相關的可靠訊息,請與我聯繫。 鬆軟城上述調查及起訴內容,範圍很廣,大大超越了騷擾事件本身。為何將搜查範圍定得那麼寬,他沒有給解釋。 這個可能是他們已經發現參與鬧場者有相關嫌疑,也說是為了明槍事件,阻止類似行為再度發生。 12月24日,鬆軟城議員又是郵管頻道直播,講述了他向警察署要求立案的過程,內容,以及相關情況。 在直播中,他說,我感覺那個郵頭四六分好可能是中共特工。因此,無論可以找到些什麼證據,只要有,就馬上對他發出通緝令。 據他所知,曾有與中共大使館有關人員是日本從事間諜活動,但一旦事情敗露,就立即逃犯中國。 如今這個郵頭六四分譯是同樣狀況,不得不令人懷疑。 他指出,日本沒有相關反間諜法律,因此無法阻止嫌疑人逃離出境。 他強調,對他進行通緝,具有特別意義,牽涉到日本國防安全問題。他還表示,已獲得很多相關情報。 該事件已被視為一種恐怖行為,被提升到反恐安全保障高度。 西太后事件發生後,松苑成議員一直關注此事,她在12月14日的X平台上寫道, 與我合影這位就是面對中國人騷擾孤軍奮戰的中華料理西太后的店長。 昨天,又有不同的中國人輪番騷擾,警察已安裝監視鏡頭,並建議店長,為了人身安全,或臨時刪鋪,或者將一些告示切阻。 為防止中民騷擾電話,店內的電話已不能使用。 他還呼籲民眾,儘量不要讓店長隻身一人留在店內,如果各位可以前去用餐,店長會很高興。 中共病毒,新冠病毒,肆虐三年,被日本社會造成很大傷害,尤其被餐飲業帶來的損失更加巨大。 當下,中國疫情又起,連賣的西太后店主為了保護妻子,自己以及顧客健康,就是店門貼出一紙告示,拒絕中國人用餐。 中文寫道,為防中國病毒,中國人不要輸入。 知道此事後,由12月9日開始,視頻直播主由頭六四分和東營小野良等多名中國網紅,紛紛來到此店拍片,並以粗暴語言質問、分斥店主、騷擾。 此外,還有東營小野良、中年婦女等人對西太后店大喊大叫。 他們的視頻是中文社媒上引起軒然大波。隨後,這家店收到很多騷擾電話,還有小粉紅報警。 但警方表示,在疫情仍未消失的情況下,老闆的做法並不違法。 但是,那些小粉紅騷擾持續不斷,老闆膽戰心驚,不得不將告示撤下,並一度停熱。 此事引起日本社會極大關注,一些政客和民眾,乃至日本黑社會人員都憤然而起,表示支持。 結果,一個小粉紅得知消息後,立即發布視頻宣布,不再騷擾。 東京大學博士佐藤勇人對大紀元表示,店主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而疫情確實是因中共隱瞞造成的全球蔓延, 歸根結底問題出是中共。 他說,是日本的小粉紅知道日本港法律,警察也不敢將他們怎樣,也知道開飯店的基本是普通人,因此他們才敢去故意挑事。 他們反倒中國敢不敢? 夠膽好像是日本這樣? 小粉紅好壞,非常壞。 這些小粉紅受中共教育,就是仇恨教育,中共文化最典型的就是欺軟怕硬。 這些小粉紅為了利益,為了流量,騙那些不懂日文的中國人。 為了之前去騷擾的小粉紅,店女掛出,香港獨立,西藏獨立,打倒中共八九六四為尼紅,這樣的圖片,以及六四坦克人照片。 而後,很多日本人前去吃飯,以示支持。西太后一下成為反共基地。 由頭六四分再次去拍視頻,結果不小心拍到,香港獨立,西藏獨立,和為尼紅,結果是抖音,微博上被檢舉,視頻被落架,並受到當局警告,其他相關網紅也消失蹤影。 鬧場的不僅僅是小粉紅,大外宣也沒有執書,這個正是他混淆視聽的機會。 12月13日,生活系日本的前央視記者,網絡大夫王志安,也跟進做了一檔節目,並聲稱要起訴這家飯店。 對此,日籍華人作家李小木指出,王志安不僅是找爆點,趁流量,還在幫中共的忙。 依照王志安的一系列言行,他作為中共大外宣的身份日益暴露。 前北京律師賴建平更指出,他們這種特務一旦被中共拋棄,下場會很悲慘的。 網絡作家李免影也表示,王志安應該是中共特務,呼籲國際社會要對他警惕,清除這些人。 有網友在X平台上呼籲,可建議日本議員,調查是一系列事件中大風向的王志安。 對此,李小木回應道,一定會。 日本一電子公司主管秋野五,是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達了以下三個看法。 一,很多是日的小粉紅,雖然離開中國,但每日看的新聞都是中國,中共,的報導,如微信,抖音等,他們的腦還留在那裡。 因此,不可避免會受到中共黨文化影響,成為一個掌握不大的巨嬰。 一有不符合他們觀念的東西,就會撒潑,完全無法理解民主,法治與普世價值。 二,很多小粉紅,網紅是故意激化矛盾,煽風點火,煽動是中國不明真相者的情緒,生流量。 當店主掛上六四支持香港,為離紅後,他們立刻不敢去拍視頻。 這麼說明他們不是傻,而是壞,完全是政治的利己主義者。 三,通過這件事,日本政治家及民眾亦會更加理解,中共對自己國民信息封鎖和洗腦,以及謊言誤導,傷害的不單止是自己國民,日本的輿論和社會環境亦會受到影響。 這些專制和文明之間的矛盾衝突。希望日本能向美國學習,將中共與中國分開,並拒絕中國人的簽證申請以及移民。 專家說,乾淨世界是解決混亂網絡環境的妙方。 是全球面臨色情、暴力、不良信息的混亂網絡環境裏,孩子網絡安全問題令很多人頭痛。 台灣一位老師介紹,他的學生使用《乾淨世界》網絡平台後短時間內介左沉迷於抖音以及YouTube精靈寶可夢的人號。 有專家表示,乾淨世界是混亂網絡環境的解決方案。 網絡為兒童和年輕人的學習、社交和娛樂創造了機會,幫助他們接觸到多樣化信息來源,但這些機會亦帶來重大風險。 聯合國數據顯示,2022年,全世界15至24歲的年輕人中有75%會上網,而是其他年齡段人口中這個數字只是佔65%。 兒童上網的時間之長前所未有,而且兒童上網的年齡越來越小。 在全球範圍內,每半秒鐘就有一名兒童第一次上網。 聯合國已將兒童和青年網絡安全問題,與老齡化、外資病、難民及消除貧困等問題一起列入聯合國日常議題中。 今年10月,美國33個州對Meta公司提起聯邦訴訟,指控其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兩個平台功能令人上癮,損害年輕用戶身心健康。 聯合國系其網站《日常議題》欄目中寫道,上網時,兒童和年輕人可能會接觸到仇恨言論和暴力內容,包括煽動自殘甚至自殺的信息。 年輕的互聯網用戶亦容易成為極端主義和恐怖團火的招募對象。 數字化平台還被用作傳播虛假訊息和陰謀論的載體,進而對兒童和青少年產生有害影響。 最令人擔憂的是網絡性剝削和性虐待威脅。 網絡能夠讓性侵害兒童罪犯輕易易舉地接觸潛在受害者,分享圖像並鼓勵他人犯罪。 是25個國家,約有80%的兒童表示他們面臨網絡性虐待或剝削的危險。 科技公司出於營銷目的收集數據時,兒童亦會面臨隱私受到侵犯的風險。 通過應用程序針對兒童進行營銷,以及兒童過狗使用屏幕,可能會損害兒童健康成長。 2023年10月24日,美國33個州總檢察長將其簽署的一份訴訟狀提交給舊金山聯邦法院。 訴訟指,臉書母公司Meta公司違反聯邦兒童網絡隱私法和州消費者保護法,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用戶,其產品蓄意推出承隱性功能,損害這些年輕用戶身心健康。 該訴訟還指控Meta對公眾殺謊,通過確保其產品安全且適合青少年,並發佈誤導性報告。 訴訟指出,相關研究已經表明,兒童使用Meta平台社交媒體與抑鬱、焦慮、失眠、干擾教育和日常生活以及很多其他負面結果有很大關聯。 時事評論員陳理談到網絡世界的安全時表示,網絡世界中的色情、暴力、毒品泛濫等負面東西早已成為常態,令人成癮,這些就是精神鴉片。 陳理認為網站以及社交媒體經營者明知其內容對社會的危害,卻是若無睹。 究其原因,完全是為了追求利益而為。 這些被當今社會的人類、被家庭、社區帶來的危害無法鼓樑,是對下一代人的摧殘。 這是社會道德淪喪、低下敗位的表現。 青少年沉迷於抖音、電子遊戲等現象,令很多家長憂心,不知所措。 去年6月,一批貴谷工程師是美國紐約中城創辦了《乾淨世界》網絡平台公司,想讓網絡回歸到一個乾淨的世界。 該平台有四項原則,無暴力、無色情、無犯罪、無毒無害,並重視數據安全。 保護用戶隱私,是乾淨世界的首要任務。 這裏正是收集法律上要求的資訊,拒絕出售使用者資料,不主動收集使用者資訊或追蹤使用者行為,非成人演算法,不會令人上癮。 這個平台的理念是,以科技來弘揚道德觀和傳統價值。澳洲式尼密國里大學教育支持官員Yen Li表示能夠找到好像《乾淨世界》這樣的社交媒體,簡直太棒。 他說,我們全家都非常受益。 他若有一對子女,他很重視孩子的教育與網絡安全,經過一年來對《乾淨世界》的使用和了解,他開心地表示,他經常對他的同事走到《乾淨世界》去挖寶。 他說,《乾淨世界》,網站內容豐富,老有涵疑,可各取所需,再不用擔心有網絡欺詐,暴力,黃賭毒等現象污染。 那些孩子是形成他們世界觀,價值觀那時候,有這樣一個正確的人道,讓他們能夠跟隨一個傳統的,普世正統的價值觀,這樣好好,對於我們來講真是特別感謝。 他說,十一歲的兒子喜歡看各種關於生命科學、自然世界、動物世界的內容,就是能夠引導他來到這個有趣味性、有知識性,然後又有善心感樣的一個網絡。 他還提到,八歲學著小提琴的女兒,最喜歡傳統古典音樂,經常聆聽美妙高質量古典音樂可途野情操。 他的六十幾歲的母親喜歡國話,是《乾淨世界》,女學到很多寶貴技法,受益匪淺。 他的丈夫和父親對《乾淨世界》中讀到,真實的新聞情有讀中,我們全家都喜歡《乾淨世界》。 我們已經向很多人推薦《乾淨世界》。 Yan Lee 說。 近日,台灣一位老師是《Unland小太陽學員》頻道貼出視頻說,他帶領學生於感恩節當天是《乾淨世界》建立頻道後,三週後發現學生成引瀏覽YouTube及抖音的習慣介助。 這位老師說,他的學生每天看抖音,令到他很擔心,自從他和學生是《乾淨世界》建立班級頻道,學生個人頻道後,一切都不同了。 有一天他的學生小偉說,他不再看抖音,因為我一打開抖音,就會跳出樂心的影片,《乾淨世界》的影片看了舒服很多,我慢慢這麼喜歡了《乾淨世界》。 他的另一位學生小力不再沉迷於YouTube的《精靈寶可夢》系列遊戲與動畫,而是轉入《乾淨世界》創作頻道,享受自由自在的創作與粉絲分享的過程。 這位老師表示,如果用禁止的方式讓學生不看抖音是起不什麼效果,現在學生自動自發遠離抖音,而是選擇看《乾淨世界》這個無毒無害的網絡平台,讓我放心得多。 目前有很多善心人士,團體及企業紛紛響應《乾淨世界》推出的《乾淨校園》專項計劃,資助教師免費擁有《乾淨校園》、Premium頻道及更多資源,為教師提供促進課堂互動的頻道,職業發展課程和工具包,令到校園教育轉向傳統教育。 陳理向家長,老師和孩子推薦,他說:「乾淨世界是混亂網絡環境的,乾淨世界是一個給人帶來。正向,希望,善良的網絡世界,哲學家讀了理大師文章後講,是帶給人夠熟的希望。」 論美德,一書的作者凱利。金凱德博士,是研究古希臘哲學流派斯多國主義的學者。 他拜讀了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寫的《為什麼要救度眾生?》一文後,是接受新唐人採訪時分享了他自己對此文的理解。 這位哲學家認為,李洪志大師的文章,被人們帶來夠熟的希望。 金凱德表示,《為什麼要救度眾生?》是他讀過的李大師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是《為什麼會有人類?》 這是鈴金為止我從他那裡讀到的最重要的觀點,他提到創世主的愛是創世主要拯救所有生命的原因。 真正的愛確實是神聖的,是一種深層次的統一原則,歷史上偉大的世界觀也認識到這一點。 金凱德表示,《末世的概念》幾乎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現象。 除了基督教之外,就連越來越多的世俗主義者都在擔心氣候問題正接近末世。 李先生的世界觀給人們帶來一種希望,即隨著末世的到來,亦伴隨著一個拯救所有生命的計劃。 是可以有力幫助我們獲得內心平靜,避免陷入恐懼的生活,而這種恐懼對社會是非常負面。 金凱德從他的哲學研究中總結道,人有兩種本性,一種是與動物共有的,另一種是與神明共有。 而物質主義指迎合人類的動物本性。 哲學上的爭議在於,我們是否只是動物的一部分。 斯多葛學派明確表示,我們不是動物。我們不是會說話的動物。 金凱德博士說,我們人類擁有卓越、高貴、神聖的特質和理性的力量,保持對神的信仰就是保持理性,這個對人類來講至關重要。 信仰是一種精神之處。它是我們思想的支撐,是夠熟的希望。它幫助我們保持理性,而理性是我們擁有的最寶貴財富之一,而謊言會令人迷失是虛幻中。 這位哲學家強調,李大師的文章還說給人知,宇宙最終是道德的、正義的。因此,擁有信仰非常重要,相信宇宙總體上是有道德的、存在著終極的公正,它令到我們能以一種非常富有成效和有愛心的方式生活。 金凱德說,現代人往往迷失是物質的繁榮當中,忘記了更重要的精神信仰。 。